好来关心金华尘案在今天出现重大的进展 一早减联兵分多路进行搜索 还包括了搜索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住家 那么柯文哲也被列为贪污图利罪的被告 稍早的时候还被带到了廉政署要做进一步的征讯 到底目前在廉政署的消息为何 联系给记者洪世晴来告诉我们 好请观众 金华尘案至今最后一块拼图终于是要拼上了吗 尤其我们注意到在过去几波的搜索当中 在今天也就是最后才约谈了柯文哲来进行说明 而透过稍早画面您也可以看到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柯文哲以及他的妻子陈佩奇 是已经搭乘了自家的车辆来到廉政署来进行应讯 柯文哲是以涉嫌贪污图利罪的部分 列被告来进行调查 就是他的妻子陈佩奇 只是以证人身份来应讯 预计在稍后的时候就会送往北搜来进行复讯 好我们讨论到整起案件 现在柯文哲他要一一向简连来说明的部分有哪些呢 包含苏我们随便来列举 第一点就是他到底当初有没有决策 以及有没有交办相关的任务给底下的人 再来就是他有没有涉嫌收受相关的贿赂或者是好处呢 最后就是他有没有自创所谓的荣基利奖励 这些都是后续他有待持续来交代的一些重点 包含苏现在除了约谈他之外 还有针对陈佩奇的部分也带回来进行应讯 想必现在简连是掌握到了相关的证据 不过我对你回顾到了 刚刚在稍早之前柯文哲他离开住家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来说的呢 他说他认为今天掌握到了什么样的证据才会将他带回呢 他质疑说执政党对他来施压 还有质疑检调单位 检连单位 是否是没有掌握到相关的证据之下 就将他来带回呢 不过事实上在过去几波搜索当中 我们都可以注意到了 包含说过去来搜索应小威 以及当时的这个威京集团的创办人的时候 检连早就已经掌握到了相关金流 现在就是要来追踪说 究竟这4740万的金流 除了是汇给应小威之外 这些款项究竟是不是要来向北市府 当时候的北市府来进行施压的部分呢 尤其现在检调掌握到 检连掌握到的是 这些金流的部分 都是在便当会之后流入了应小威的账户里头 也因此现在整起案件的关键 就在柯文哲身上 预计他在今天前往连政署来说明之后 稍后就会被送往北柬附讯 尤其在今天的搜索行动当中 预计会有四人遭到约谈 好咪也知道了 目前是有柯文哲 以及他的妻子陈佩琪被列为是证人 再来就是时任的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震生 那最后一人是谁呢 究竟还有谁涉案 或者是谁掌握到了关键的证词 都是我们接下来有待持续关注的重点 尤其在今天的搜索行动当中呢 在稍早的时候 柯文哲这样说 我们也掌握到了 现在在连政署的周遭 有大批的警力来戒备 原因就在于说 阿伯他讲出了这样子的话之后 现在有许多的小草 也就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希望说能够到连政署这边来抗议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相信 柯文哲的清白之外 他们也质疑 连政署是否在没有掌握到相关的证据之下 就已经将阿伯带回来进行约谈呢 而目前画面你所看到的是 中正义下去警方 掌握到在网路上 有人号召来进行抗议之后 现在除了是有大批警力进驻之外 也有巨马摆设在旁边 而如果有稍后最新消息 我们也将持续为您掌握 以上是现场最新